500克里脊肉做了两大盒肉酥 健康没有任何的添加 孩子吃着也放心 首先把里脊肉的白色鸡膜都剔除干净 剔除干净之后 切成大袋的块状 冷水下入锅里 加入葱姜料酒 水开撇去表面的浮沫 然后盖上锅盖 销锅煮30分钟 主要的肉块把它晾凉 放到保鲜袋里 把面杖敲得松散一些 再用手撕成小条 尽量撕得碎一些 撕得越碎出容越多 接下来在锅里刷少量的食用油 把撕好的肉条倒入锅里 加入一小勺丝盐 一大勺白糖 10克的生抽和老抽 充分搅拌均匀 开小火用筷子不停地翻炒 直到把水分炒干 像这样蓬松 有毛茸茸的状态 放入料理机里把它打碎 直接在家做肉松 简单方便 没有任何的添加 低卡又健康 无论是拌饭或者是做面包 都特别的美味 做好的肉松放在面缝的容器里 做一次能吃大半的月 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 一定要自己做起来 今天食料只要更放心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